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点一些细节用的 我们先调上墨 用墨之前您先晃一晃啊 这个墨汁啊 是会沉淀的 首先我们先学习画这个花啊 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用来调淡墨 里边稍微加些浓墨 现在我们加水进去 调出 中等的墨色 这里边本来就有些墨啊 我们再加些水 调一调 调出一个中等颜色的墨 调完之后啊 就需要在盘子边上刮一刮 把多余的水分给刮走 好 咱们笔尖上要蘸一些浓一点的墨 这个盘子边是浓墨 我们画的时候蘸一些浓墨 笔尖上 从花心开始画鞋啊 我们先画一个这个 圆圆形的啊 因为它这个是 嗯 这里面也点一点 这是从它的花心开始画 然后我们 画出它这个 花瓣 画出两笔一半 啊 这个虚一点 嗯 没有连上也可以 前边啊 不需要把它封口啊 就这样 嗯 留出来 然后我们接着画 啊 嗯 接着画 这是椭圆的 因为您画这个正面啊 因为这部分看见的多 你就可以画这个瓣 画长一点 这个瓣 越要往后边去 所以您看见它这个 因为这个透视啊 看见的少了些就画的短一点 从里边往外画 从外往里画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构造 这是一种单 啊 这个是单层的一种啊 单瓣 它是一种就是一圈 啊 就很简单的 嗯 如果您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这种瓣的话 啊 它就是 形成了一种腹瓣 在这个 后面再加一层啊 再加一层 拌一拌之间 啊 这样这个瓣 这样这个瓣了 显得就层次就多了啊 这是副瓣的 整体看一下啊 让它这个不要太圆了 让它保持一个 稍微 肯瓣的 嗯 这样就行了啊 你把这个花上去刻画一下 再点一下啊 嗯 这个是一个花的 它这个整体这个花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 花没有开的时候啊 就是它的小花糕 小花孤独 那我们画的时候要画的这个 小一点的这种画啊 我们可以从花瓣开始画一下 就是借助这个啊 你就像一圈围着的 嗯 橘子瓣一样啊 嗯 逐渐往后面画 这个就看见的小了啊 这个花蕊就看不见 就不用点 嗯 这是一个小的 下面 浓墨 点一下 这样您 出一个枝 这就行了 嗯 这边上有花鳄 有绿色的 或者淡墨 都可以啊 这样点一下 这就是一个花苞 那如果再 开的稍微大一点啊 那我们再画一个啊 在旁边画一个 稍微再盛开一点啊 这个瓣呢 稍微加长一点 啊 这个瓣呢 就稍微稍稍打开了 这个瓣呢 有长的 啊 有长的 啊 这个就是 画出来这个 就是稍微 啊 比这个花苞呢 稍微大一点 嗯 稍微有 开大一点 啊 这个 啊 这个 是 三种啊 有花苞呢 有花苞呢 半开的 全部盛开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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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啊 可以把他们 看脸一下 再蘸些木 淡墨 笔尖来一些浓墨 嗯 嗯 把他们组合一下 这个就是一一组啊 这样一组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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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简单的画 那我们再画一个 学学它的叶子的画法啊 它的叶子其实呢 呃 也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的叶子 要画的时候 呃 也注意 它这个是 长壮五粒啊 但是呢 它这个叶片是比较碎的 用这个 取大一点的这个 大洋毫笔 或者是棕 这个煎毫笔啊 大笔就行了 嗯 嗯 我们先调一个绿色 我们拿个绿色的盘子 在里面挤上 灯黄 再挤到边上 灯黄 再来一点三粒 好 都挨着挤啊 再来 挤石 挤石色 可以单独拿一个盘子啊 您在做画的时候 可以啊 常用的颜色 这个盘子就不用洗了啊 经常用它就是 它就是 专门画这个颜色啊 就是一直用这个颜色 就不用洗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调 调色的方法啊 首先咱们先调这个 绿的颜色 我们还是先沾水 这水桶先沾上水 好 先 调点藤黄 来点三绿 这个颜色出来 也是一种嫩嫩的绿色啊 那这个颜色呢 太艳艳了啊 画的时候呢 可太好看 所以我们还需要 把这个笔尖上 调上褶石颜色 褶石色啊 我们沾一点 底肩上沾上褶石 好 沾点褶石 那我们画的时候呢 这是单独这个 颜色是不行的啊 底肩上可以 点上重墨 我们底肩上点上重墨来画啊 有些重墨 稍微不要太多了 朝上的叶子啊 它是这种也是长壮骨粒的 但是它这个叶子呢 没有那么大啊 先换 把这个笔压下去 就是它这个一半 再 从外往里推 逐渐变小 逐渐变小 在后边点一下 啊 它这个是 如果空气太大 补一下就行啊 它就是 这一个叶片啊 就是这样画的 如果您没看清楚 咱们再画一片啊 再画一片 好 我们又占了一些这个 这个 墨 这是第一个叶片啊 稍微画大一点 再画小一点的 后边再点亮一下啊 这就行了 这就是菊花的单独的一片叶子 嗯 这是朝上的 那如果是有的叶片 会朝下的 那它还有侧过去的 咱们可以这样画啊 先调一个 就是单独这个绿啊 笔尖上不要沾墨 就是单独这个绿线 让它浅一点 把颜色在水中里洗一下 但是不要全部洗掉啊 留一些 啊 在废底上试一试 颜色够浅 我们就可以画了 我们画这个侧的这个叶片啊 我们可以这样画 啊 这就是侧的这个叶片 我们再沾上 刚才那个种的绿色 底肩上来点墨 现在这一步就是画它这个 正面啊 这是它的背面 就是折过来 啊 我们画这个 下去上来这一笔 这是 再短一点 这看见后面这些啊 这侧面呢 这就是侧面 侧着的这个叶子 啊 这是折过来的 它就是这种样子 再换一个方面 浅一点的叶子 笔涮一涮 咱们笔尖上 特别浅的绿 再稍微点一些 洗一下 再沾一些绿色 我们换一个浅一点的叶子 啊这个颜色是浅的 虚的啊 如果您衣服画里面都是深的颜色 就不太好啊 有深有浅 就是有石有虚啊 这些虚的颜色 颜色画浅一点 那这就行了 然后我们 组合一下啊 把这些叶子 组合成一组这个 我们用刚才这个 画树枝的这个 勾花瓣的 先调 然后 还是蘸一点蛋默 笔上刮一刮 笔尖收一点 浓墨 我们就是先画这个树枝 这个树枝可以用墨 也可以加绿色画啊 统一的咱都用墨画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儿 穿插一个啊 学会穿插这个树枝 这样 它 就是这样穿出来 现在这个涨上去就行了 这个钱吧 等一下再画 这个 再涨上去 当然您画这个 这边再画 就不要对着它画 可以画得低一点 这边画 就可以再往下边画 再画一个叶子啊 让它稍微适应一点 画到这儿 这是在 树枝后面 漏一点 这是一个叶子 它下面也可以画 就是点 长上去 但是您画的时候 但是您画的时候啊 密的地方 可以让它更加密 比如说这一块 把叶子挡到地方 让它更密 哎 这块 行了 在这儿补几片叶子啊 这是有碎的叶子 这都可以点一点 这都可以点一点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画的 这个叶金的勾法啊 嗯 咱们先把这个 种叶子叶金勾一下 直接蘸最浓的这个 末 勾叶金其实很简单 先勾一个一道 边上就是这样 像 哎 不要连的太完整了 这个菊花的叶子 它这个叶金啊 不是 如果您画的特别长 这个就 不像这个菊花的叶子啊 它这个叶金是 碎碎的 嗯 勾的时候短短的 随意点 你看先勾一个长的 边上勾 短的啊 在上面再勾几个点呀 嗯 当成测的 随意点 就像些 那个疗瘦的那个字眼啊 形容出那样 这个 也是 把它连起来 您准备一张废纸 万一这个颜色可以再上试一试 调一个 淺一点的 这个 中文用笔 勾出它这个叶麦啊 也是碎碎的 好 这样这个一组啊 有枝 有花啊 有叶子 最后咱们把这个 花染一下颜色啊 我们染这个 黄颜色的话啊 菊花最常见的就是 黄色和白色 准备一个小的 养好笔 我这大白云都可以啊 我们开始先 调一个藤黄 我们沾上水 先把这个藤黄色 调和一下 但是这个颜色 不需要太浓啊 好调完之后 您在这盘子边上 这样一刮 多余的水分就出去了 然后 笔尖上 一些褶石 或者是 用胭脂加 珠标 来调出来用褶石 也可以 笔尖上深 笔尖上浅 稍微测封 从花仙 往外 一拖到 边上一点 拖出来一摁 这个颜色 用尽的时候 您这样不要搅 一蘸 一刮 笔尖上 轻轻的 调上褶石 往下面一拖一摁 底尖 从里边外 这样一拖一摁 让这个花瓣有 变化 蘸颜色 从里边外一拖 一笔画出好几半 随时补充笔尖上这个褶石 到边缘处 到边缘处 不需太多褶石 不用占褶石 笔尖留下来的 恰好是堂皇多 咱们就随即这样一 啊 侧风这样一染就可以了 冲下王上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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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尖身 这个染完您发现这个花瓣都被挡 颜色盖的话您可以再等干了之后再勾一点啊 复勾一下 这样一染 侧风 好 这个也是 一笔出来 最后就是花蕊 咱们染一下颜色 咱们这个花蕊用一个红颜色啊 我们调一个淡薯红 不要太深了 淡淡的 薯红色 在这里面一点 就行了 这就行了 好 朋友们 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讲了这个菊花的基本画法 花 还有这个花苞 以及树枝 还有这个叶子 下节课咱们就画一张完整构图的这个菊花图 朋友们 下次再见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为了 这种花图的名字 可以是吗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